别再催促磨疼的孩子了,因为妈妈要带儿子出门,小男孩从起床进行手间的穿衣服,大半小时后还在穿衣服,妈妈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,快一点,快一点,快一点,小男孩慌慌张张加快了速度,十多分钟后,小男孩说口渴,要喝水。 这时妈妈已经彻底没了耐心,好了,你不能快一点,那么我们今天就别出门了,小男孩大哭起来,大部分父母都有催促孩子的习惯。 在这方面,日本教养杂志Aaron with Kids曾经做过一个调查,调查显示,有高达80%的父母,每天多次对孩子催促快一点,频繁催促的频率集中在早上出门时,晚上孩子写作业时,收拾玩具时,洗澡时,睡觉时,看看,说出你了吗? 看来,天下孩子一样磨,天下爸妈一样催,不过,爸妈总是催促孩子快一点,会带来负面影响。 爸妈总是催促孩子快一点,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? 一,父母经常催促,会增加孩子未来的焦虑以化,贴少的压力是有积极作用的,但贫乏和较多的压力,会促进身体可体松的分泌,抑制孩子的思考与记忆保留的能力,还会给孩子带来焦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压力也常常是儿童焦虑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除此之外,父母催促孩子快一点时,往往伴随着怒吼和指责,却又加大了孩子内心的压力和焦虑。 我们很多父母会担忧,咬着家的孩子焦虑,但我们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增加孩子们的焦虑。 难怪,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文尼科特说,对孩子影响最糟糕的妈妈,就是焦急的妈妈。 如果你不知道焦虑给孩子带来的后果,你可以看看小杀鼠的表现。 这种杀鼠生活在早哈拉沙漠,一到每年的旱季,杀鼠们每天总要辛勤地储存草根,因为过度焦虑。 他们储存的草根是他们真实需要的五倍,倘若他们哪天不能嫌草,比如被笼子装起来,他们很快变死亡,过度的焦虑把他们杀死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不难遇见一些焦虑的孩子,无论是阅读汇本还是玩玩具,甚至是跟其他小朋友玩耍,经常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。 他们频繁地发怒或摔玩具,甚至打其他孩子,唯独不能静下来沉浸于玩具和玩耍中。 如果父母问他们怎么回事,他们自己也打不出所以来。 当他们上到幼儿园,他们可能会紧张地远离人群,或者若无旁人地在客室走来走去,并且常常莫名其妙地生气,这些便是孩子焦虑的表现。 二,父母经常催促,容易养成孩子满湖,不思考的习惯。 小朋友的成长,需要一边观察,一边思考,但由于行驶的限制,年幼的孩子思考起来会比较慢,也需要更多的时间。 虽然慢,却很有必要,因为会思考的大脑,会越来越擅长思考。 这是大脑神经源又进费退的原则。 这也是有些孩子擅长思考,而有些孩子不擅长思考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据说有一位名叫马西尔福克的足球后卫,从小喜爱思考,他也把这种思考的习惯用在了足球场上。 他经常能准确地判断出球场上的球员要做什么,接下来还要做什么? 据说准确率提高,我要想在小时候思考时没有爸妈频繁催促地打扰。 所以,懂得思考,其实是一种能力,而父母经常性频繁地催促,会打断孩子这一思考的过程,也会让孩子从小丢失思考的能力,至少也是不能抓住的思考,进而可能会带来做事满虎的习惯。 据个例子,当一位小朋友在系鞋带时,他一边信一边思考为什么鞋带是这样缠绕的,鞋子上的几个洞洞真有趣,还有鞋子上的颜色真鲜艳,等问题。 当他听到妈妈焦急地催促时,便匆忙停止,为了更快地满足妈妈,他可能干脆连鞋带也不细了,而是胡乱塞在了鞋子里,马骨的坏习惯就这样养成了。 三,父母经常催促,还会带来孩子的习得性无助,年幼的孩子虽然拖拉,但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,在成长和解决问题。 父母频繁地催促,相当于频繁地否定孩子,否定孩子的做事方式,可能会带来孩子的习得性无助。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的,简言之就是放弃努力和尝试,什么也不做。 有一位爸爸,曾经跟我分享过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,他五、六岁时,跟自己的爷爷学做饭,他验尚中小时候的米粒粒很多小石子,他便想把米粒粒的小石子都调掉再洗,但他的爷爷一直在旁边催快一点。 你能不能快一点,你这么慢,等你做好饭,我们都被你饿死了,洗米时也不停地催快一点快一点,生活时也是一声声催快一点快一点。 结果因为过于着急,他不仅饱碗摔了,自己的手指也烧伤了,从此,他抗拒做饭。 如今三十多岁,仍旧不想学做饭,他说,老被催促,是一件很沮丧的事情。 那一声声催促,总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无能,父母们的两难心声,我也不想催,但孩子的确是很慢啊。 不催,孩子能在洗手间洗澡一整天,不催孩子快一点,他能刷牙一个小时以上,磨,慢,拖,常常是小朋友六年时期的做事特征。 有儿说在前面提过,小朋友的成长需要一边观察一边思考。 另外,年柔孩子做事,也需要满足好奇心的探索。 这也需要时间,除此之外,就令孩子还有专注力不足的问题。 最后,小孩子还缺乏时间观念,从儿童的时间概念的发展来看,六岁的孩子才知道确定的时间,以及大概知道时间的长度。 比如,他能改制十分钟是多长。 所以,年幼孩子的拖拉磨层是普遍情况,父母该如何应对,预设时间计划是合适的做法。 提前给孩子预设时间,比如十五分钟后要出门,不择时间不等人,妈妈也不等人。 后果孩子自己负责,父母尽量在等待孩子时,不要催促,更不要频繁地对孩子说,快一点快一点。 在这个过程中,父母控制情绪是关键。 当父母理解孩子们的磨层是普遍的,并且对孩子有足够的耐心,才能以平静的情绪,对待孩子们各种磨。 毕竟天下孩子一样磨,但爸妈可以不催。 当孩子多次品尝到错过时间的滋味,会慢慢地进步的。 美国诗人梭罗说,如果一棵树已开始成长得比较慢,它以后必然有强大的根基。 我相信人类的成长也是如此。 所以,当孩子表现出各种模式,想想这句话。 关键字,催促孩子,亲自沟通,幼儿心理,与儿习惯,早期教育,幼儿说,亲自心理咨询师黄敬珍,学习幼儿心理研究和知识。 分享科学,有趣,实用,有价值的育儿心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